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拜登重锤来了 限制美元流入中国高科技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侵犯主权 间谍气球出自何处 背后神秘企业被爆出 中国籍删文 FBI介入处理间谍气球披露照片 中国经济从头腐烂 习近平正是源头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拜登重锤来了 限制美元流入中国先进科技领域 纽约时报报道 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野心担忧 日益增加 美国议员和白宫开始考虑另一行动 以限制北京获得可用于战争的先进科技 这次美国政府计划把限制延伸到新的领域 既用于资助在中国境内开发先进科技的美元 报道称 在数月来 拜登政府已在准备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在先进电脑操作的领域 报道称 有关措施已基本完成 或会在两个月内发布 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指 美国财政部一直在跟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政府接触 以确保他们不会在美国切断融资之后 就迅速向中国提供类似融资 英文媒体2月9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指控中国的间谍气球拥有收集通讯信号的工具 主张气球与中国军方有关 美方会探讨对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行动 中方之前则强调气球是民用无人飞艇 并非间谍气球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 美国根据U-2飞机飞跃时取得的高分辨率图像 来判定气球的功能 声明指气球的设备明显是用于情报监视 与气象气球上的设备不一致 美方称 相信气球制造商与中国军方有直接关系 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 声明又称 美国还将探讨对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行动 指这些实体支持气球侵入美国领空 美方为具体讲述采取行动的意思 中国外交部之前多次重申 气球是民用无人飞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号表示 中方多次向美方介绍有关情况 该无人飞艇是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研目的 受吸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 他指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 毛宁批评美方称 中方已经表明这是偶发意外事件 美方还刻意渲染炒作 甚至武力袭击 是不可接受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 谴责中国侵犯主权 据中央社报道 美国众议院今天高票通过决议案 谴责中国派侦察气球 公然侵犯美国主权 且试图利用不实讯息 欺骗国际社会 决议案并要求拜登政府 就中国近年所有已知侵犯作为 向国会简报 众议院今天上午以419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一项决议案 谴责中国近日派侦察气球 入侵美国领空 飞进包括蒙大拿州 马姆斯卓空军基地等诸多国安设施 公然侵犯美国主权 决议案也批评中共试图 散播不实讯息 宣称气球为气象气球 是因不可抗力事件偏离航线 决议案引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 气球是被中共用来试图监视 美国内陆战略地点 决议案提案人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 在表决前致辞表示 中国侦察气球离地面仅6万英尺 一般人肉眼就能看见 明目张胆监视美国 共和党籍的麦考尔 向民主党人喊话说 让我们站在一起对抗共同敌人 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 而是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外国敌对国家 其中中国是最大敌手 是美国国安利益长期最大威胁 同一时间在参议院 共和党籍参议员海格提 在外委会一场设中听证会上 以911恐怖攻击事件后 对美国主权与领空最显著 持续最久及最过分的侵犯 来形容中国侦察气球事件 根据决议案 中国侦察气球过去也曾侵犯美国领空 但此次飞越美国领土时间更长 决议案指出 中国情搜对美国利益与安全造成威胁 中共常年对美国国安单位进行情搜工作 从事间谍报道数近几年也大幅上升 决议案呼吁行政部门 应积极嚇阻外国敌对势力 在美国领土或领空从事情搜和其他恶意行为 强调美国政策应采取即使果断行动 阻止外国航空侦察系统侵犯美国主权 包括由中国指挥或与其关联的系统 除要求行政部门就此事件向国会报告外 决议案也要求拜登政府 整理近几年所有已知中国侵犯美国领空事件 以及北京在全世界使用类似侦察气球的资料 根据美国立法规则 一般决议案仅表达国会立场 无法律约束力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间谍气球出自何处 背后神秘企业被爆出 中国吉山文 综合媒体报道 美军击落入侵美国领空的间谍气球后 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并要求美方归还被击毁的气球残片 但对该气球属于哪家中国公司制造 却有意回避 不过中国媒体近日披露了一些有关该气球企业的蛛丝马迹 美国国防部通报北美空防司令部 2月2日侦测到 依据中国间谍气球自阿拉斯加侵入美国和加拿大领空 3日美方通报第二个气球正位于拉丁美洲空域 美军于2月4日在南卡罗莱纳州临近海域上空 击落首个气球并打捞残片进行检测 美国国防部谴责中国侵犯领空 违反国际法 美国政府因而取消了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计划 中国外交部则承认气球为中方所有 但称气球均为用于气象等科研目的的民用无人飞艇 因气候而偏航物入领空 中国外交部并未就此向美方致歉 却指美方击毁气球为过度反应 并要求美方归还被击毁的间谍气球残片 在2月7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 中方此前表示 美国击落的气球和拉美地区上空发现的气球 均是民用飞艇 中方能否说明上述气球属于哪家中国公司 企业或部门 中方已进行了数日调查 能否介绍气球在美国收集的是气象 还是其他什么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 我目前不掌握更多的信息 关于侵入美国领空的间谍气球 是出自中国哪家制造商被受外界关注 2月8日财经自媒体BT财经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气球最有可能出自哪家企业之首 能制造出升线2万多米无人飞艇的国内企业 究竟是哪一家 文章说 目前中国国内有实力制造无人飞艇的企业 有异航科技 还有诸州橡胶设计研究院 大江和派诺特等企业 网易腾讯等网站2月7号转载 紧断研究院发表的文章 流浪气球简史 特别介绍了诸州橡胶设计研究院的发展史 文章说 1999年中国化工部乳胶工业研究所 成为国内第一批转制的科技企业 更名为中国化工 诸州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自此开始投建 医用丁基橡胶瓶塞生产线 由于前期经营不善及市场区别 濒临倒闭的诸州橡胶院 于2003年停止了该项目 转而研发探空气球 据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诸州橡胶院 已经掌握了禁字法和旋转成形法 两种气球生产工艺 产品品类从10克覆盖到5000克 探空高度更是达到了48000米 诸州橡胶院已经取得了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证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保密资格证书 该院生产的75型雷达校准用气球 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 诸州橡胶院的某军工配套产品 被应用在神州5号载人飞船 获得中国军方总装备部的嘉奖 信息也显示 诸州橡胶院是军工配套产品 开发研制生产单位 是中国军方总参气象气球定点研究生产企业 也是中国仅有的两家气象气球生产企业之一 流浪气球简史的文章 还特别介绍了军用气球 文章说军用气球除了在监察监视通信中计运输等方面发挥作用外 也被用于火箭发射无人机群投送等方面的研究中 截至2月8号 多家中国媒体转载上述文章后陆续被删除 据纽约时报近日的报道 美国有机密报告显示 敌对国家可能运用先进空中科技来监视美国 且从2021年以来已有163起与气球有关 这一份机密报告1月时提交国会 两名熟悉研究的美国官员表示 监视行动可能是由中国进行的 据路透社周一2月6号的报道说 数十份中国国内文件显示 中国当局对高空气球也称飞艇 用作军事用途被感兴趣 这些文件驳斥了其所谓的民用飞艇误入外国领空的说法 报道说中国军方2022年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说 这类气球的军事用途之一是测试敌方的防空系统 该论文写道 气球可以诱发和启动敌方的防空系统 为实施电子侦察 评估防空系统预警侦测和作战反应能力提供条件 此外这篇论文及其他几篇刊发在军方创办的刊物上的文章 都表明中国军事机构对研究美国及其他国家 过去如何在军事上使用气球有浓厚的兴趣 同时他们也有意在此领域缩短跟外国的差距 2022年2月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文章 题为军用气球飘在战场夹缝中 也总结说除了在侦察监视通信中继运输等方面继续挖钱外 军用气球用于火箭发射 无人机群投送等方面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这篇文章说 新材料技术的运用使高空气球可以直达平流层 避开一些防空武器的威胁 导航系统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使气球能借力改变高度和方向 到达目标空域 细流气球的出现 使它能够在一个空域长期坚守 执行监视侦察任务 圆润的外形塑料材质 缓慢的移动速度和无热辐射等特点 能在不少雷达眼中瞒天过海 释放方便 制空时间长 性价比高 又顺应了低成本作战的特点和要求 《华盛顿邮报》2月7日报道 美国情报界表示 美军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属于中国军方实施的大规模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监视气球已经部分在海南省外运行数年 收集了日本、印度、越南、台湾和菲律宾 等对中国具有新兴战略利益国家和地区的军事信息 美国官员们表示 这些部分由中国空军运营的侦察飞艇 已在五大洲被发现 美国官员说 虽然中国大部分远程监视工作 都是通过军用卫星阵列进行的 但中国军方规划人员 已经确定了他们认为的一个机会 即在高于商用喷气机飞行高度的高层大气中 使用气球进行监视 这类气球可在6万到8万英尺或更高的高度飞行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气球舰队利用一家中国私营公司提供的技术 这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一部分 即私营公司通过军民融合 开发军方使用的技术和能力 据FBI网站消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四2月9号 公布了特工处理中国间谍气球的照片 以及从击落气球处找到的部分材料 目前仍处于证据处理的早期阶段 第一批回收的气球材料经过处理后 于周一六号抵达位于弗吉尼亚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 随后特工们开始对其进行处理 这些官员说 FBI是在2月1号被提醒注意这个气球 当时情报界已经确定这个气球上有电子元件 2月2号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正式对公众证实 美国大陆上空有中国的高空间谍气球正在飞行 他们正在跟踪 熟悉证据处理行动的FBI高级官员周四表示 FBI目前从被击落的间谍气球中找到的实物证据非常有限 还没有能够获得足够信息来评估气球的性能 在周四的FBI处理气球残骸方面的简报会上 其中一名官员告诉媒体 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还很早 已经找到并呈给FBI的证据极其有限 官员们说目前只有海面上的部分证据交给了FBI的分析人员 包括顶棚线路还有非常少量的电子器件 对最为关注的气球的主要有效载荷 FBI还没有接触到 FBI说打捞气球的工作因为恶劣天气变得复杂 许多证据仍然在水下 FBI已经开始通过对气球残骸进行去除盐和海水的净化处理 官员们说目前还不清楚气球的部件是在哪里制造的 包括是否有部件是在美国制造的 由于分析人员尚未查看气球上的大部分设备 官员们表示还没有确定气球设备的所有功能及其具体意图 周四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国正在寻求对帮助中国军方提供气球的实体采取行动 并确信气球制造商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 FBI说他们还没有关于一些气球部件在哪里制造的信息 但这些证据一旦被找到 可以用于情报目的或可能的刑事指控 这也是FBI历史上第一次对这类间谍气球进行调查 以及协助处理现场 在被问及是否从气球上发现任何爆炸物或其他有害成分时 FBI的一名官员说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任何能量或攻击性材料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稍早说 拜登政府已经确定上周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国监视气球上 有用于监测美国通讯的电子监视技术 该官员说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 是飞越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气球舰队的一部分 下面的报道 中国经济从头腐烂 习近平正是源头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奇莫鲁近日在评论会边 发表标题为中国经济从头开始腐烂的评论指出 在面对快速扩张经济能力变强的中产阶级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透过人工智慧AI压制和监控 来维持中共的政治垄断 却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许多科技公司开始致力于讨好当局 而非进行创新 中国学界由上而下的控制也扭曲研究方向 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正开着中国这班火车走向失事意图 却无独立的专家和媒体感言 评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学界一个长期的辩论 自上而下的专制体制在创新和成长方面是否胜过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在1980至2019年间 每年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8% 而远胜过任何西方经济体 在2000年代 其经济轨迹超越纯粹的追赶式成长 中国开始进行科技投资 产生专利和学术出版物 并催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等创新公司 一些观察家认为 中共的铁腕统治预示着中国的前景不妙 也有人讨论 中国对全球究竟是良善或邪恶的力量 多年来更有人辩称 中国已达到没有民主的问责性 或中共领导层至少有任期限制 但外界却普遍认为 中国将维持惊人的成长 中国也因政府计划的优点 和提供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替代选项 而赢得赞赏 文章说 中国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快速工业成长 主要靠巨大投资 从西方转移技术 为出口而生产 与金融和薪资压榨而来 但这种出口导向的成长只能走到现在 胡锦涛2012年坦诚 若中国较少依赖外部需求 较多依赖国内消费 成长会更加平衡协调和持续 当时许多专家认为 接棒的习近平会用具企图心的改革议程 来推出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 但这种想法忽略了中共政权 正在穷于应付的关键问题 在面对快速扩张 经济能力变强的中产阶级 要如何维持中共的政治垄断 习近平想到的答案和正在执行的 就是更大的压制和监控 习近平及其幕僚 甚至许多圈外专家都认为 即使进行严格的中央控制 监测教化和压制 经济依旧能繁荣 并寻求AI作为强有力的监视和控制工具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习近平和幕僚误读了这个情况 中国经济已因增强的监控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2021年监管打压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公司后 这些公司已致力于讨好政治当权者 而非进行创新 由国家引导的创新已开始达到局限 中国学界由上而下的控制 也扭曲研究方向 许多研究人员选择讨好系所或学院主管的研究领域 当他们转换研究中心整体研究品质就受到创伤 文章总结指出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后 取得史无前例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 正在开着中国这般火车走向失事意图 却无独立的专家和媒体敢提出建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